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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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注 请诸位同修 先开科注 五百零九页 五百零九页 请看第一行 言语道断 故不可意 这是一小端 这句话 其实还有下面的一句话 都说出啊 极乐世界的境界 下面说什么呢 心思路绝 故不可思 前面是讲 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 我们怎么说 说不出来 那您去想象呢 思维呢 也琢磨不出来 也就是说 那个地方啊 妙到极处 接着 言诗不能急 又焉可称凉 既然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思维 都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那为什么 那它怎么可以 称得上是称凉呢 这都说不出来了 所以说极乐世界 怎么个好法 只有一种人 完全了解 等觉不是还不行 必须要等觉以上的 妙觉如来 所谓的 唯佛与佛 方能究竟 这个 无能称凉 称就是说 凉呢就是思维 可见极乐净土 唯佛与佛 方能究竟 这句话其实都是在鼓励我们大家 这一生呢 要发大心 什么大心呢 就像昏能大师那样的大心 他见他的师父 是要做佛的 请问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 做什么 您也可以说出同样的豪言壮语吗 我到这来 是拜您老人家为师的 我是来成佛的 这个好 除佛一人外 一切众生 上至等觉 中至 具天言之 一切 小 大 凡 圣 众生 皆不能 静遍其 形色 光相 明素 更何能 种味 宣说 这个话呢 我们应该要多看一下 你看 佛以下的 等觉不上 他们都有这个天眼通嘛 不但有天眼 还有 法眼 慧眼 像我们这个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还有阿罗汉等等 他们的眼的能力都很强 但是呢 假如他到极乐世界 他就没办法把极乐国土的 所有 形色 光相 明素等等 全都 解释得清清楚楚 讲不尽 太多太多了 只有佛呢 才能够透彻 圆满地 知晓这种事情 好 我们再看底下的愿文 我做佛时 国中 无量色素 高获百千游巡 道场树高 四百万里 诸菩萨中 虽有善根列者 亦能了知 这是一段 从这里开始呢 就是 四十八愿 第二十章 这个 第二十章里面 有两个大愿 我们这里有看到了 无量色素愿 同时 他还有 素献 佛刹愿 刚刚念的这段 愿文呢 是 无量色素愿 从这个 预见 以下 是第四十一 素献 佛刹愿 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国中 无量色素 高获百千游巡 大家一看这个介绍 你就觉得 基督世界大不大 很大 你再留意一下 它那边的树 是什么树 色素 而且这个颜色 不光是一种 千变万化的 那我们这边的树 您看来看去 几种颜色 以什么为主呢 绿色的 那有的树 它长出的叶子 随着记者的变化呢 它颜色有所变 大家有没有去过加拿大 枫叶 大家看过吧 你看那个枫叶 一片一片的 还没有车子开进去 远远地看 就非常漂亮 但是呢 这种树 比不上西方净土的色素 光是说它这个高度 我们就望尘莫及 多高啊 百千尤许 那这个讲堂 外面的树又多高呢 道场树高 四百万里 这还得了 说句老实话 假如从极乐世界 辛辛苦苦搬一棵树 到我们图巴来 放不放得下 你看 它光是高度 就那么四百万里 那它那个树枝 那不晓得扩张 多大的范围 可以想象那边的人 身相高大 所以树木 相应的也高大 还有一点 那边菩萨住的房子 大不大 大 再说的比较现实一点 这菩萨穿的衣服 大不大 大吧 是不是 他身相高大嘛 那这个前面第三十九院呢 庄严无禁院 它是总说 而这个第四十院呢 它完全是啊 讲这个树 前面讲 它好 怎么个好法 这里我就举个例子 这佛举了个例子 是树木 高大 美好 大家应该去过澳洲的一些原始森林公园 有没有去过 国家公园去过吧 我们图巴就有啊 在Highfield那边 就有几个 但是乌生觉得 我们这个Highfield的国家公园 就比不上黄金海岸 那边的国家公园 我们曾经去过一个公园 它真的是长了 每一棵树 很直的 感觉那个磁场啊 不错 挺好的 但是有一次去哦 就遇到一个意外的事情 这个在基督世界 觉得碰不到的 什么事情呢 有一次我们法师 被一些同学们带着 去那个公园 走着走着 忽然听到一个法师 这个女众法师 发出了尖叫 惊恐的尖叫 我们就很好奇 你叫什么 他叫完之后 就站在那边不动 我们也很好奇嘛 你在喊什么 这么美丽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惊恐呢 走近一看 我们每一个人 眼睛都睁得特别大 都发出同样的声音 哇 哇什么 这么粗的一条蟒蛇 像我们手臂一样 这么粗 它就盘在地上啊 一圈一圈的 好几层哦 不过还好 那一条蟒蛇呢 它正在睡觉 正在睡午觉 后来我们就跟那个法师说 你不要再叫了 你把他万一叫醒了 我们就麻烦了 你看 我们这边公园呢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在极乐世纪 有再多的树木 绝对不会有动物 伤害众生的 下面呢 再解释了 无量色素 它是指 国中一切宝树 七宝化成 容色光耀 行行相植 静静相相 世诸宝树 周遍齐国 树高或百尤荀 乃至或千尤荀 前面我们刚刚看到极乐世界的树木 都叫做色树 为什么称它为色树呢 因为它是由宝贝组合成的 大家在地球上已经住了这么久了 您也去过不少的国家 请问 您什么时候看到一棵树是宝树啊 一般凡夫如果看到一棵树是宝树 他什么想法 他肯定就把它给砍伐 就搬走了 我们先不要说宝树啊 人见了会起贪心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这日本人 他们到了这个北京嘛 就看到那个金丝栏目 他们就动个链头 就把那个金丝栏目就把它给锯端 可是这个大殿呢 还需要这个 一个东西把它撑住嘛 他们就用那个水泥把它撑住 那个大殿 但是把那个金丝栏目呢 就给挖走了 你看我们对于这种 珍贵的树木 就有这样一种贪着之心 那可能挖着宝树 基督世界宝树这么多 没有一个菩萨会有贪恋之心 底下来解释了 国中一切宝树 七宝化成 这个七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 漆代表什么呢 漆代表圆满 也就是无量无边的宝物 绒色光耀 这个绒 是说这个树长得非常茂盛 色是它的色彩 它不但长得好看 它还怎么样呢 它还会有变化 我们再看它们这个形状 是行行相指 静静相像 到了这个树林里面 无论你是横着看 竖着看 从上面看 那个树都排得非常整齐 这一点我们也有类似的感受 在二十多年前我们到加拿大 曾经去过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叫洛基山 英文名字叫Rocky Mountain 不晓得大家去过没有 我们就是开车嘛 到了山顶 从那个一个景台往下面 俯视四周 真的它那个松树 那一片全部是松树 而且松树一棵一棵的 那个间距都差不多 同时它那个排列呢 都蛮有条理的 这个我们很难想象 而且这种树都是怎么样长成的呢 全部是天然生长的 那么极度实际的树也是这个样子 比这个还要好看 还要整齐 同时它那个树高大 至少多高啊 百游巡 再大的话呢 千游巡 那一个游巡多大呢 它分为大中小三种游巡 大游巡相当于我们中国六十里 中游巡相当于五十里 小游巡四十里 所以它就算一下 百游巡 一百再乘一个四十五十六十 两里就是一公里 除一个二 你就知道这棵树多高 一般我们坐飞机嘛 飞机这个高度是飞多少呢 大概是一万米到两万米中间 所以那棵树啊 我们从空中看 其实还可以再往上面看 那棵树 所以那棵树相当之高 下面呢稍微解释了一下 一游巡者 此方四十里 至六十里 这个此方呢 就是指我们中国 因为它分大中小嘛 所以就有六十五十四 这四种单位 有道场中 更有树王 名道场树 即菩提树 这么多的树木呢 又有最高大的一种树 被称为呢 道场树 或者叫做菩提树 菩提是什么意思 觉悟 大家如果看释迦牟尼佛的生平 你就知道 挺有意思的 他老人家 从这个出生 开始 就跟这个树很有缘分 到后来呢 讲经说法 每天都离不开树 一直到最后入半裂盘 他在哪里往生呢 他就双树林 大家记得吗 他的母亲 生他的时候 是刚好右手 攀一个树枝 释迦牟尼佛 最从右行 就生下来 所以他老人家一生 都没有离开这个树 这个树 表法的意思特别深 下面跟我们介绍 这是讲到菩提树了 西域 前正觉山之西南 行十四五里 有碧波罗苏 佛作其下 成正觉 故名菩提树 原来这个印度 释迦牟尼佛承道的那一棵树 它的原来的名称叫什么呢 叫碧波罗树 这个碧波罗树 它是属于商科 商业的商 商科 荣树 桥木 荣树桥木 因为佛当年是在这棵树底下 开悟的 所以后人尊称它为菩提树 祖同学 大家想一想 难道只有可以在碧波罗树底下 才可以开悟 他如果来到我们澳洲 假如在 尤加利树底下 打坐 他如果开悟 那这个尤加利树可不可以称为菩提树呢 也可以的 那我们去打坐呢 你怎么能够开悟呢 曾经有一些同学 他也到印度去参访吧 但是呢 当年世尊开悟的那棵树啊 已经找不到了 后人呢 又种了一棵树 那么就以它呢 为这个名 菩提树 就有一些法师 居士呢 也在这样的树底下 打坐 可是坐了好久 没办法民心见性 什么原因呢 没放下 所以说 您真正放下 哪个地方不是菩提树呢 哪个道场不是菩提道场呢 都是的 关于这个西域啊 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就是指 我们中国 西边 这些国家 那如果单独指呢 这个西域就是指的 印度 而这个正绝山 是在我们现在的 这个尼泊尔 这个国家 这是世尊啊 当年出生的地方 以前呢 是这个 这个 加皮罗魏国 这是世尊的母亲国 在那个地方 有一座山 叫正绝山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佛呢 在这个地方 修行成道的 当年这个 生造大师呢 他曾经给 维摩经 菩萨行品 写了一个注解 他在注解里面 告诉我们 佛于树下成道 树名菩提 此树光 五不照 相五不熏 行色为妙 谁所好 而见 你看这树 这棵树啊 的确是很了不起 这是当时众生的 有这样的一个福报 感得佛印花 这讲三千年前 这个树有什么特别的呢 放光 不但放光 还发出非常美妙的香气 所以人呢 见到这样的光 闻到这样的香气 对他的身心 有很大的帮助 极乐世界 每一棵树 都有这样的功能 都放光 都有这个香气 不但树有香 光 每一个佛菩萨 自己身上呢 也有光 也有香 但是我们人呢 挺会啊 投机取巧的 为了让自己身上 有香气啊 古人怎么做 你看古时候啊 女子 他喜欢做一个小的一个袋子 里面放一些香料 我们叫他做香郎 就放在身上 或者放在这个衣柜里面 这样子啊 熏久了 他身上就有那个香的味道 现在科技发达嘛 不需要用香郎 我们现在用什么 不但女的用 男的也用了 现在 哎呀 您喷一点点就好了嘛 喷那么多 真受不了 以前我们 在夏威夷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学佛 在餐馆里面打工嘛 常常跟这些西方人 这些客人 每天都要见面 有些客人 他那个喷的香水太多了 女的喷 男的也喷 喷了我们在他旁边 帮他点菜 帮他上菜 都闻了他身上的味道 受不了 这个香气其实啊 闻多了 对自己身体也不一定还有好处 他是化学这个合成的 不像极乐世界的素 全都是自然的香气 那个正常 这讲到光跟香 另外一个方面呢 素出法因 谁所好 而闻 此如来报应素也 原来极乐世界的素啊 都能够讲经说法 讲什么经呢 您想听什么经 他就给您讲什么经 所以诸位同修 如果我们在同八爷 有这样的一种奇特现象 请问您还需不需要来讲堂听经呢 不需要 你在自己家里面听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家一走出去 外面就有这个菩提树 在树底下 你想听无量寿经 就是无量寿经 想听黄严经呢 就是黄严经 心想事成 那么这些树呢 都是如来 就讲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的报应树 这个报啊 是果报 应呢 就是应化 所以说 这些树其实都是什么 全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所以在极乐国土 没有一样东西 不是阿弥陀佛的变化出来 包括天上飞的 这种种的鸟 也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下面呢 更加不可思议了 这说这个果报 众生欲辙 自然物道 这里关键就是那个自然 自自然人 佛经上常说 法尔 这个树呢 是缘分嘛 我们到那边呢 看了这些的树 见到光 闻到香 又听到这个法 熏羽修的时间长了 您自然然这个烦恼就放下 习气也放下了 到最后呢 就悟道了 什么叫悟道啊 悟有分为解悟 跟证悟 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真正做到了 看破放下 所以修学佛法 释迦牟的佛 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为什么能够一生悟道 成道 就是因为他做到了 放下两个字 其实修行在哪里修啊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 古人说的很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一句话 但是意味深长 他们说佛法在哪里呢 原来就在穿衣 就在吃饭当中 就在日常生活 种种点点的事情当中 所以佛法没有离开我们大家 我们虽然每天做这些世间的事情 但是呢 真正能够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您所做的任何事情 全都是属于佛法 反过来讲 假如说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呢 有稍稍一动心 稍稍一执着一分别呢 它就变成是世间法了 那变成是世间法 我们就要受世间的果报 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今天呢 住在这个地球上 用错了心 那从现在起 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学佛不上 尽量在生活当中啊 做一个好人 同时呢 我也不执着我做好人 我所行的这些好事 好事当中 最殊胜的好事 莫过于念这句阿弥陀佛 真的 这一部经 这个科著 它最主要的目的何在 就是劝我们大家 要把这个佛号念好 说实在的 我们如果不念佛 就容易生烦恼啊 大家昨天有没有起烦恼 多多多少少有一点吧 有时候那些烦恼冒出来 我们自己没有觉察 但是佛不上很清楚 所以呢 念佛的好处 使我们保持清静平等 下面再讲 本经 成就文中 这个是 在本经 这个第十五品 复云 复有 剑笔素顾 或三种人 一 阴祥忍 二 柔顺忍 三者 无声 乏忍 你看 极乐世界的宝树 它的功德 居然有 这么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念佛就给我们解释了 彼土菩提宝树 能令见者自然悟道 正如无声法忍 所以啊 在极乐世界 为什么菩萨进步那么快 他光是天天见到那个宝树呢 就可以帮助他以后 正如无声法忍 无声法忍可了不起 无声法忍分为三种 中 高 低 低的呢 七地普章 中的呢 八地普章 高的呢 九地普章 无声法忍的上面叫 极灭忍 极灭忍又分为三种 第十 这是下品 等觉是中品 妙诀 就是上品 所以 见到这个宝树 就能够帮助我们呢 误入 无声法忍 到最后 当然就是成就 无上正德正确 其实我们看的这些经文呢 您可能就会动了一个心 什么心呢 假如阿弥陀佛帮我 搬一棵树过来多好 种在我家 想 是一回事 能不能够实现 没那么大的福报 不可能有这样的境界 所以我们看这个 《华严经》上介绍 善才童子 他那个福报比一般人就大 经常讲嘛 善才童子出生的时候 他们家这个花园呢 居然长出 七宝树出来 一下子冒出来了 从地底下 早不出生 晚不出生 就他出生那一天 长出这些七宝树 所以我们想一下 我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 你们长这些树出来 如果您家里面 长这些树出来 可以这样子讲 您爸妈就不用上班了 对不对 您也不用去打工了吗 随便摘这些树叶 拿出去卖 那就够您开销的了 还可以帮助别人 可想而知 这个善才童子前世 那个财布师 就修得比一般人好很多 后面再介绍 此树功德 真是无上稀有 唯妙难思 故知此树 实是阿弥陀愿望 秘密庄严心之流 无限 这些话都是 深造大师告诉我们的 说明了 极乐世界的宝树的功德 无比稀有 我们无法想象 无法去思维 那么这些宝树 从哪里产生呢 全部是阿弥陀佛48愿 秘密庄严心 所流现出来的 其实这句话 是密宗的讲法 所以大家仔细看 我们这个科著里面 我们这部无量寿物经里面 也有很多密宗的 这个教义 教理在里面 所以大家学习佛法 您需不需要把三藏十二部 全部都学到呢 不需要 光是学这部无量寿物经 学这个科著 完全 内容都包括在其中 此地讲到秘密庄严心 下面请大家看 参考资料 下车 670页 参考资料 下车 670页 大家找秘密庄严心 秘密庄严心 有看到吗 好 它这是秘中所立的十柱心的第十个 也就是十柱圆满 如来以秘密之三页 这个三页呢 就是身口一 三页 开显众生 本具之 无尽功德 庄严之柱心也 事即为真言一胜之柱心 这是呢 解释啊 这个秘密庄严心 那么念老呢 他 在科著里面 我们再来看这个科著 在科著里面呢 念老为我们讲 此心 乃密教所盼之 第十柱心 乃究竟佛果 第十一地 如来 知所 真 这个境界呢 当然是非常非常高 因为它指的是 佛的境界 我们虽然现在还不知道 还无法体会这样的境界 但是我们要做到什么 相信 我们相信佛菩萨不会骗我们 古大德不会骗我们 您能够信 就能够得到真实之力 接着 此心 乃密教所盼之 第十柱心 关于这个十柱心呢 还是刚才这个参考资料 六百七十一页 那个地方 六百七十一页 我们再来看十柱心 有看到吗 好 他说这个十柱心呢 此真言中之教相叛事也 这是讲日本的密宗 其明目 虽本于大日经 十心平 并大日经书 括号里面说 也本于菩提心论 是磨合言论 这些经论呢 都有提到这个十柱心 底下进一步解释 至其本质 实可称为日本红法大师之独创 故其本具在红法之十柱心论 及密葬保药 这两本书啊 都是日本高僧 红法大师所写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课著 大家把那个黄线呢 就放在那个地方 因为下次再找的时候 比较容易点 在科著里面念了 进一步解释 他说这个十柱心 乃究竟佛果第十一地 如来之所证 故能究竟会于众生 真实之力 这是为我们说明 极童世界 为什么 佛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能力 其实大家要知道 我们刚刚到极童世界 有那么大的智慧神通能力 表面上看 是佛力加持我们的 帮我们嘛 是不是 而实际上 我们自己本身 有没有这些神通能力 有的 那为什么本具有这些能力 现在不能够发挥作用呢 就好像这个桌子 本来是表面很干净的 时间长了呢 就不停地落下尘土 就累积得很厚很厚 所以把那个桌面呢 完全遮蔽了 学佛 我们听佛讲经说法 每天念佛 拜佛 目的何在呢 就是要把内心 那些尘土 清除干净 一旦把它们全都 洗刷掉 自己本有的 智慧的能力向好 也就全部都恢复过来 下面再进一步讲到 这个十柱心 哪十种 第一个是一生低阳心 一生为凡夫 六驱 四生等各异之生 这个四生呢 就是胎卵诗化 即如所谓群生也 所以我们是属于 一生里面的一种 我们是胎生嘛 那这个低阳是什么呢 低阳我们换个说法 大家都知道 公阳 大家有没有看过羊啊 据说那个公阳啊 也蛮好逗的 它很喜欢用它的头部 顶人阳 大家有没有被羊攻击过 没有 所以如果大家以后 再去草原的时候 看了这羊群 你看它好像看起来蛮 河海可亲的 不过跟它就供羊 在一起的时候 就好像是小心一点 因为它一旦发作 它会用头部 会顶我们 那么这个羊呢 它有自己的习性 一般羊啊 有两种那个想法是 比较重 一个就是 喜欢吃草 喜欢喝那个水 所以它这水草呢 很贪重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情质比较重 所以它除了这两样东西 比较在意之外呢 它非所知 对于别的事情呢 它就不太在乎了 所以佛呢 常常用这个低阳的心呢 来比喻 凡夫愚痴暧昧 不解是离 罪生梦死 非道恶人 无信 无得者 这句话呢 真的我们看了之后 觉得蛮羞愧的 大家想想 我们没有学习佛法之前 是不是也像一般人那样子的 也会天天追逐名利 在这个红尘里面呢 贪着这些物欲的享受 后面 本不可列于教叛之类 以皆为可敬第二心之阶段 因为这个缘故呢 所以就把它呢 列在第一个 第二个阶位呢 就比它稍微好一些了 它称为 鱼童持栽心 这个鱼童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还是比较糊涂的 小孩子 还没有成年 那他呢 持栽 这个持栽呢 就是佛经上常说的 八观再戒 大家有没有受过八观再戒 有啊 其实大家如果每周 您能够拿出一天的时间出来 持一天的八观再戒 功德很大的 所以您有这个假期 一年的假期 其实我们看澳洲人 好像常常放假 是不是 好像每个月都放假 这个福报太大了 能够修戒定会 功德无良 好 就说这个 鱼童啊 他持栽 恶者非始终为恶 为内讯与外缘所用 一修五戒十戒等作善 忠孝仁义 理智等得者事也 人圣之教 如儒教等 皆舍于其中 这个第二类的人呢 比前面那个有低洋之心的人呢 那好得太多了 至少他怎么样 他还肯接受 圣贤教育 所以我们对于啊 这些社会上一般人士 要同情他 要尽量帮助他 使他能够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烦恼 第三种叫 因同无畏心 这家小孩子 因同为母所抱 则安 愿生于天 得神佛 拥护 则满足 如弘法柱 外道升天 占得疏息 所以啊 我们如果在人道 修得不错 临升到天上去 这个算是什么呢 因为天上福报比人大嘛 所以呢 我们到天上去 到天上去 是暂时的 离苦得乐 一段时间 但是还不究竟 乃修四禅六行之生 天教也 这个四禅呢 就是初禅二禅 三禅四禅 六行呢 是指的眼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 他六根接触外面 进界时候 都能够随顺正法 远离恶的法 这个可以生到 人天善道 以上为世间三个之助心 设与胎藏戒曼陀罗 第三大院外 金刚部之中 以下为初世间 这个话就很明确地指出 胎藏戒曼陀罗 第三大院外金刚部的大众 还没有离开六道轮回 必须要怎么样呢 必须要从第四种开始 才算是属于初世间法 我们再看第四个 它是怎么回事 为运无我心 到了第四个 才是入佛门最初的助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他就畏惧生死了 他知道这个生死的事情太可怕了 愿极灭后涅槃者 一个怕生死 一个也怕苦 所以他就愿意修啊 这个初世间法 他想要震得了涅槃 而这个观四地之礼 这是他的功夫 四地是什么呢 苦极灭道 我们现在说句老实话 为什么功夫到今天还不得利啊 这里就说出个原因出来了 我们对于这个苦极灭道 这个道理 一知半解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够细讲 细讲会耽误很长时间 我们就说这个苦好了 苦我们认知多少呢 佛讲三苦 讲八苦 我们真正体会到多少分呢 纵然知道了 有没有放下呢 可能上课的时候 大家愿意放下 那下课呢 回到家里面呢 还是会被外面境界所影响 所以这个观照的功夫啊 不得利 接着 指三世时有法体恒有 他有一种执着 执着什么呢 他认为这个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啊 是真的有 其实他不晓得 这个时间是真的假的呢 假的 空间呢 也是假的 所以一个叫十分 一个叫方分 都属于不相依刑犯 但是他就认为啊 这个法体啊 是很有的 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这些计刑犯要是真的假的 得唯我空者 即生文圣之佛法也 如小圣二十步 聚色 诚实是也 这个聚色就是指的聚色论 诚实就是诚实论 这属于小圣法 所以修行呢 最起码 我们要把这个见识烦恼 要断掉 这个没有断掉 这个第五种心 那就难了 所以阿罗汉呢 他的能力比我们就强 他就能够把见识烦恼 去除 再看第五个 拔业因总心 处于无佛世界 修无言等业 见飞花落叶 观十二因缘之法者 即烦恼所作之音 虽拔 而其习气未熏再则 如圆觉圣事也 以上二圣小圣之类 设于胎曼世家院之眷属 这样一种圣人 他的功夫就比申文 比前面所讲的申文 又高一级 申文虽然断了这个 见识烦恼 但是他还有习气 而这个 圆觉呢 还把这个习气都去除了 他还要断什么呢 要断沉沙烦恼 第六种 是他缘大圣心 他缘与无缘同 助于自他冤清平等之观 物真如平等 度众生界 使归入佛界也 正与法相中 所教相当 弥勒菩萨之内正法门也 那么 以前呢 师父上在讲解这个 华严经十诸品的时候呢 就提到 这个第六 他缘大圣心 这个是讲啊 法相为是中的 助心 其无缘之词 而为嫉妒他之大圣行之助心也 大圣菩萨 他那个心态 心量 远远又超过圆觉 因为他是法圣菩萨 到达一身法界嘛 所以他对待众生是什么想法呢 一切 随顺大家 同时呢 看着众生有所需求 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马上就伸出援手 自己本身呢 没有任何分别之处 众生有所求 他那个印 马上就出现 在大圣经书第二卷 也讲 所谓他缘圣者 为法平等大事 为法界众生 行菩萨道 这个平等大事 就是我们常说的四弘誓愿 乃至诸一禅题 及二圣 辱正未责 身为言诀超过我们人 境界很多 但是他跟大圣菩萨相比呢 还差很远 尤其这个一禅题 什么叫一禅题 就是没有善根的人 我们大家善根多不多 挺多的 我们善根非常多 非常大 因为我们能够接受 无量受精 能够接受净土法门 所以我们这个善根 超过其他人很多倍 但是不能够 骄傲 真正修行人 有没有骄傲的想法 绝对不会 底下来讲 亦当以种种方便 折服射受 皆令同入此生 曰此无缘大悲 顾名他原生 这是讲什么呢 就是说 菩萨他们修道 修行 绝对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谁呢 是为了度众生的 所以我们将来 生到极乐世界 目的是什么 我们刚才不是讲的 成佛吗 那你成佛又为了什么呢 您每天辛辛苦苦的 断烦恼 学法门 成佛道 原来做这三桩事情 是为了实现 第一个大愿 第一个大愿就是 众生无缘 十元度 所以说后面三条做不到 您想要把第一条做到 可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是我们常说的 心有余 力不足 好 再看 第七种信 大家看着这里 会不会觉得有点深呢 深呢 没关系 我们才学第三遍嘛 当你学到第三十遍 再看着就不会觉得很深了 好 第七个叫 绝心不生心 从前心至赖也缘起 进一步 括弧里面说 它是指 阿勒也世中所藏之种子 欲缘生起现行 就叫做赖也缘起 入于心境聚空之正 觉悟心性之不生不灭 说三论中 所谓八部中道 起心论所说当之 那么这里所讲的呢 它举的大圣起心论 还有中观论 这两部论里面 都讲到这一种境界 这是指哪些大德 可了不起了 此文殊菩萨之内正也 以上二心为三圣教 以下三心为一圣教 所以这个是跟华言法华法相 做的一个对比 第八种 是一道无为心 又名如实一道心 如实知自心 空性无信心 法华所说 以心及境无为 无相为极 大日经未为 如实知自心 配于天台中 观音菩萨之内正也 这里呢 所讲的话 是告诉我们 正如这样境界的人 他把事实真相 确实看到 说句老实话 我们每天 这个六根 接触外面境界 没有见到真实相 您以为看得很清楚 实际上没有看清楚 听有没有听清楚呢 还是没有听清楚 怎么讲呢 真正看清楚 真正听清楚了 您绝对就不会起心动念了 当然也更不会有呢 分别自主 但是我们南楼 这位同修 你看从今天早上一醒过来 一直到晚上 这个当中 不晓得有多少个 杂念妄想冒出来 不晓得有多少个 分别自主产生 虽然现在学佛了 足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还是 没有做到 佛在经上 所讲的这个标准 那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 到底是什么 弥勒菩萨说得那么清楚 这个话我们都已经讲了 可能讲了几十遍了 大家都很熟了 一坛纸 三十二亿百千年 我们打个比方 这个张桌子 它不是木材做的 它是黄金做的 如果这个黄金做的桌子 放在这儿 我们会不会有念头呢 那不学佛人 他会有想法 他可能会贪 这张桌子 他想要搬回去 曾经呢 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 就有小偷 两个小偷 他们就跑到一间寺院里面去 他们偷东西 偷什么 偷那个功德乡 但是他就不知道 那个大殿 法师们或者请谁呢 就预先安装了一个摄影头 就把这个 谁进来偷 就把它录下来 就把他们逮住了 逮住之后呢 这个 后来这个 警察局嘛 就播放这一个 录像带 里面有一幕 挺有意思的 什么意思呢 其中一个小偷啊 他把那个钱拿出来之后啊 他就到佛像面前 他也跪下来 他说什么 反正钱拿就放在这儿 您老人家也用不到 不如给我用一下 我现在 没有钱吃喝 我 我借来用一下 他就走了 请问 这个钱 他可不可以用啊 您看了借金 你就知道了 什么样的罪 都比不上偷三宝物的罪 更重 所以说 我们来到道场里面 真的要很细心啊 要很小心 您拿到任何东西 不能说 这里没有人用啊 我为什么不能拿回去呢 不可以的 没有经过允许 擅自动用 都犯偷刀劫 所以呢 这些小偷啊 也是挺可怜的 没人教他 他不懂得这个 因果的利害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 悟生 上一次 吉利的 建议啊 我们学院 最好是能够 每天都开一堂课 就是 沙米绿 要略珍珠 很重要 或者讲呢 幽婆色 借金 也很好 因为我们这个道场 来的同修 最主要是在家 菩萨比较多嘛 所以大家把这些 戒律 规矩 弄懂了 很多事情呢 他就知道 哪些我可以做 哪些呢 我绝对不能够去 违反的 好 这次我们顺便呢 说一下 再看第九种 是 吉 五 自 信 心 它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简单的 华言 法界 诸法及真如实相 真如无自信 随便不守自信 燃尽 真妄交测 事实无碍 重重无尽之一也 这是浅说 身的意思呢 是由皮鲁哲那之教觉 而无自信 华言之法门当之 以为普贤菩萨之内政 以上九星 视为显教之涉也 因为这个缘故呢 所以密宗认为啊 显教 只讲到这个地方 极无自信心 伸缩跟密法 就没什么两样 那么最后一种 是秘密庄言心 秘密则 金胎两步 六大三密 五相五智等之 无尽法门也 这个金胎两步 就是指的金刚步 胎脏步 这两步 六大是指的 地火水风空石 那如果讲七大呢 就是地火水风空剑石 三密是指的 身口一三密 五相五智等之 无尽法门也 这是讲到秘密庄言 等觉实地 亦不能见闻 其法门之德 谓之庄言 即真言宗教之心地也 旧经国地 不二法门 密宗所说的大日如来 就是阿弥陀佛 也就是环境上所说的 评论哲纳如来 此十庄心有横数二折 横十庄心者 与十一庄心 又有十庄心 伟如十庄论 这个伟如就是详细说明 在哪里呢 在这个十庄论里面 横十庄心 是胎藏界的十庄心 而这个素十庄心 是金刚界的十庄心 胎经不二之处 未为不二之十庄心 关于这点呢 在这个决一抄 直迭第十庄里面 都有详细的说明 那么这些解释呢 我们呢 就把它念过去 让大家呢 知道一下 以这个概念就好 好 下面我们再看科诸 五百一十页第八行 五百一十页第八行 此心 乃密教所盼之 第十庄心 乃究竟佛果 第十一地 如来之所证 故能究竟会与众生 真实之力 这个都是讲到 阿弥陀佛 他所证的境界 什么境界呢 已经达到了 究竟佛果 在密宗里面讲的是 第十一地 如来所证 树德高原 这是讲到 极乐世纪的宝树啊 哎呦 我们看了这四个字 感觉到 挺惭愧的 为什么 那边的佛菩萨 不但有德 谁也有德 树都有德 是不是 讲得这么清楚 树德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如果不修德 不要说比不上 佛菩萨 连谁也比不上 你看比如树也比不上 所以应该要加倍用功 那这个远呢 是广的意思 广大的广 毕国菩萨中 善根列者 本难知见 是以弥陀垂辞 大愿加辟 悉令了知 这是说到 极乐世界的菩萨里面 那个根性稍微差的人呢 对这个宝树的功德呢 他不太容易知道 可是因为有阿弥陀佛的加持 一下子把他的能力 大幅度的提升 说实在的 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加持 所有那边的菩萨 那我们现在在陀文巴 我们每天读不量寿经 每天念阿弥陀佛 每天拜佛 那阿弥陀佛 有没有加持我们的 有 有感受到吗 有同学还在犹豫 那有的同学感受很明显 有的同学感觉比较肤浅 比较少 差异这么明显 原因是在哪里呢 有好多方面 我们就说几个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下的功夫 浅身 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心态 你的沉浸心够不够 是不是真的相信 第三个 熏修的时间久不久 所以像这些条件 我们不断地加深加强 到最后 纵然一天当中 我只念几句佛号 也能够感受到 阿弥陀佛对我的加持 但是这样的人 那不是一般人 那就像海鲜老婆这样的大德 为什么 他没有什么妄想 他没有什么奢求 他只有一个念头 为别人 他只有一个想法 念阿弥陀佛 我们一般人 想什么想得最多呢 自私自利 所以 一起心一动念 都是为自己的 明文力量着想 这样子跟 佛家所讲的 这个理念 就不相契合 因此在极乐世界 菩萨 你看 他们在那边 不但听佛 天天讲心 还能够接受 这些 宝素的 帮助 成就快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现在有比较类似的方法 帮助我们提升经济 什么方法呢 相信大家家里面都有 这个宝贝很重要 就是波金机 还有就是念佛机 所以我们希望 诸位同修 您家里面 那个念佛机 24小时要开 那波金机呢 也要24小时的播放 但是光是播放 您不听 那只有别的众生 可以得到利益 那您就得不到利益 所以我们自己呢 也要尽量多听经 多闻法 好 我们再看底下一个大愿 遇见诸佛 静国庄严 细于宝树兼建 犹如明镜 赌其面相 若不 儿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41 宿献佛刹愿 下面解释 经此愿文 树献佛刹 同于观经 第四 宝树观 下面念了呢 就截入了观经里面的 一些经文 经文里面讲 此诸宝树 生诸妙花 永生诸国 有大光明 画成床帆 无量宝盖 是宝盖中 映现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佛事 十方佛果 一于中现 我们换个说法 大家比较好体会 什么叫树献佛刹呢 就好像我们这个电视 你看把它关起来之后 什么都看不到 黑漆漆的 荧幕 可是一旦 连上天线 接上电源 打开开关 调对频道 您就可以看到 世界各地的 影像 听到声音 那极乐世界呢 您想要看 其他诸佛刹土里面 人事物的情形 就看那些树就好了 那个树就好像是屏幕一样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 发生什么事情 极乐世界的菩萨 一清二楚 还有 假如我们在这边 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危险 您求 佛菩萨加持 保佑 那极乐世界的菩萨 佛 会不会马上到您身边 帮助您化险为夷呢 肯定会 关于这点 大家多看一下 观世音菩萨灵感路 很多的基产 还有地藏菩萨灵感路 不爽 下面是念老所解释的 观经此观 这个就是指 树献佛刹院的成就 极乐国中宝树无量 以树光化现 宝盖无量 以宝盖中现 十方 佛国 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从这些树木当中 能够见到一切诸佛 刹土里面的情况 因此呢 大家要普度 自己过去无量 节来的 家经眷属 真的只有一个办法 到极乐世界去 我们才有这种能力嘛 那我们 看这个宝树上的画面 听这个声音呢 效果好不好呢 后面再说了 明镜清晰 如同明镜 一清而出 见他方佛国 明了清澈 如对明镜 自观本面 再遥远的佛刹 我们看他们呢 就好像是怎么样 前面 我们面前摆一个镜子 看自己的脸 那么清楚 可见极乐国土 含色一切佛刹 相入相及 不可思议 所以说 《华言经》上所讲的 四种无外 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这个树仙佛刹 这一院 就是很好的例证 所以说 极乐世界 原来也有 四种无外的 殊胜的情形 希望大家 多看无量寿经 多看这个注解 时间长了 熏修力量呢 越来越强大了 真的 我们自然就会 对这个娑婆世界 不再贪恋了 不要说别的吧 您就是 看一下 从昨天到今天 我们图文巴 下的雨大不大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一个问题啊 我们是在山上的 我们山上下这么多的雨 跑哪里去了 他自然就流下去了 那流下去到 低洼地方那边的众生 他就怎么样 他如果排水 排得比较慢 那就麻烦 所以物生的 刚刚从疗坊走过来的时候 那个水泥地 你看 豆金 你看 豆金 它水排得比较慢嘛 豆金有这么高的高度 可以想象 那个布里斯本 其他这些低洼的地区 他们就可怜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 好好地休息 真的 从这些微小的迹象呢 我们都要有 深远的体悟 要想到这个世间众生 需要我们帮忙的 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们真的一天 每时每刻都不敢偷懒 都不敢懈怠 想要真正帮助众生 最好的一个途径 就是把念佛这个功夫 早一点成就 早一点往生到西方净土 我们到那边呢 真正成佛成菩萨了 临在回来度这些众生 有的是能力 有的是智慧 所以到那个时候 帮助别人了 一点都不困难 我们现在 明明知道大家很苦 没这个办法 束手无策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 墨学物圣粗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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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